一对中国夫妇在英国生了一个爱尔兰籍的孩子,然后把英国政府告上法庭,逼着爱尔兰全民公投更改宪法,最后还让欧盟打上了人权宪法的补丁,怎么样,这个九曲十八万的剧情,是不是堪比猪八戒追求七千女,但是最后,却跟西王母生下了孙悟空,下面就让我们来讲讲,这个以一己之力把两国政府,甚至整个欧盟都整到抓狂的, 为了当英国人的爹妈,到底能有多拼,这个事情发生在两千年夏天,一个陈性的中国女子,手持一张六个月有效的旅行签证,来到了英国的威尔什机场,她通过机场的翻译,告诉入境处的官员,自己是专程过来旅游的,为的就是想要看看英伦三岛的北部风光,老公现在正在伦敦公干,等他处理完了公事,就会过来跟他会合,尽管他穿着宽松的连衣裙, 但是,也能看到下面明前已经隆起的腹部,而且,面对官员那个你是否已经怀孕的问题时,他装作一副没听懂的样子,故左右而言他,却掩饰不住眼里的一丝慌乱, 如果这一幕,是发生在美国或者加拿大的入境处,那有很大几率,会被工作人员判断为要计划入境生子,分分钟给你盖上锯乳章,直接下一班飞机送回中国, 但是,他遇到了那个英国的入境处官员,却在对他上下打量一番以后,挥挥手放行了,除害他真的是运气爆棚, 遇到一个心情很好,入境标准很宽松的,英国老以外,且是更大的可能性是, 对方对他是不是要道,英国来生孩子,根本就不是很care,这要多提一句,北美和欧洲对于国际认定的区别, 可能很多同学都听过赴美生子这个词吧,尤其是在润学越来越大兴气道的现在, 很多人自己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法润出去,但是也想尽了办法, 要把孩子生在美国,润在人生的起跑线上,这主要还是因为, 美国有凭出生的认定国籍的规定,哪怕父母都是中国国籍, 也能让孩子一出生就成为美国公民,拿美国护照,这样子, 不仅今后在中国高考,可以享受外籍华侨的优待加分, 还能在18岁成年以后,以父母团聚移民的方式, 把爹妈也给认出去养老,当然了最后一条, 很多人都以亲身经历证明了,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 不过哪怕是抛开这些因素,单凭美国护照, 在旅行和就业上的高含金量,就已经让很多人本着, 即使这辈子成不了美国人,也想要成为美国人的爹妈的想法, 前扑后继地踏上了赴美生子的这条路, 还因此催生了不少的相关行业, 在很多华人聚居的地区,开启了月子中心, 生意做的那是红红火火, 但是同样的赚钱生意, 在欧洲尤其是西欧那些非移民国家, 却一点都行不通, 主要是因为他们对国籍的认定, 是由父母来决定的, 如果父母双方都没有本国国籍, 或者没有本国的永久居住权, 那么孩子也不会拥有落地国籍的, 换句话来说, 就是只要爹妈是中国人, 孩子不管生在哪, 都将会是中国人, 想要通过在英国生个孩子, 而成为英国人的爹妈, 那就是使科狼爬进了米其林, 你是走错了门, 再加上外国公民在英国生孩子, 只能去收费高昂的私立医院, 哪怕是顺产, 都要自掏药包近两万英镑, 这更是让富英生子, 成为了一个费钱费力, 还不讨好的亏本买卖, 所以当那个入境处官员, 看见大肚子前来的陈女士, 不仅大方地放他进入英国不说, 搞不好心里还有种, 又有冤大头来给我们充值GDP的窃喜, 可是如果他知道几个月后会发生什么, 估计就怎么着也笑不出来了, 就跟大家猜想的一样, 陈女士的确是来英国生孩子的, 不过他生孩子的地点, 并不是他落脚的威尔市, 而是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 选择这个地方, 陈女士一家不仅是经过了深思熟虑, 而且背后肯定是有高人指点, 因为放眼整个欧洲, 只有在北爱尔兰, 这1.5万平方公里的一小块地方, 还执行着孩子一出生, 就拥有落地国际的政策, 所以如此的与众不同, 主要还是的归功于, 因格兰和爱尔兰多年的相爱相杀, 他们俩之间的事如果要细说, 那估计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我们简单地概括一下, 那就是因为宗教和历史的不同, 英格兰和爱尔兰, 一直都处在一个分分合合, 时不时还会激情兑现的状态, 直到一百多年前, 爱尔兰倒背一分为二, 一半彻底独立, 另一半划分到英国, 大英帝国也从此改名为, 大不列颠辑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但是就是这一半, 却一直是一个身在操营心在汉, 心心念念闹独立的状态, 北爱尔兰, 共和国军和英国, 动不动就要来一场亲切, 友好的物理交流, 成为了英国人卧榻之侧, 趴着的一头猛虎, 哪怕是九十年代中期, 双方终于达成了表面上的和解, 但是内地里却依然是暗流汹涌, 独立的火苗仍在, 随时可能燎原, 为了给那场可能到来的 独立公投拉人头, 英国和爱尔兰两国也算是绞尽脑汁, 不管是税收医疗还是投资, 都是安抚为主, 收买为辅, 尤其强调说, 北爱尔兰地区会遵循出生的国籍, 对父母的国籍并没有应行要求, 小宝宝算是爱尔兰人还是英国人, 可以自由选择, 可是对于某一些, 一门心思想要钻控制的人来说, 这个政策可是开了一扇大门, 因为利用这个出生的国籍海外生子, 陈女士并不是第一个, 也不是最后一个, 自从这个爱尔兰宪法修正案19条, 在1998年生效以后, 就陆陆续续地有人用各种方法, 跑去北爱尔兰生孩子, 免费医疗不说, 生完还能得到爱尔兰的护照, 于是慢慢地就有不少西班牙, 葡萄牙, 甚至更远北非国家的产妇, 飘洋过海而来, 生个爱尔兰宝宝, 因为知道这其实就是一个法律的漏洞, 所以大家都心照不宣, 悄咪咪地进行, 如果套用在那个亡羊补牢的故事里, 那就是如果贸然把羊拖出来给吃了, 牧羊人肯定会, 发现然后就会把篱笆给补上, 但是你时不时地进去耗一把羊毛, 就没那么明显, 只要掌握得到, 那么完全可以做到羊还在, 毛就在, 耗到死为止, 可是偏偏遇到了, 陈女士一家并不甘心, 只是耗羊毛, 而是一定要吃到那口羊肉才甘心, 2000年9月, 陈女士在贝尔法斯特的一间医院, 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婴, 喜灵卫, 凯特琳, 她们一开始, 是想要给这个孩子申请英国国籍, 但是被拒绝了, 理由是, 尽管英国允许在北爱尔兰出生的宝宝, 自由选择国籍, 但是如果要加入英国籍, 你还是得遵循, 英国在1983年通过的国籍法, 也就是父母双方, 至少有一方要是你还是得遵循, 只拥有英国的永居权才可以, 而陈女士和老公, 都是持有英国旅游签证的中国国民, 不过, 在相对比较宽松的爱尔兰那边, 她们的申请就成功了, 小凯特琳顺利地成为了一个爱尔兰公民, 并且拿到了护照, 在孩子的证件拿到手之后, 陈女士一家马上回到了英国威尔市, 并且开始给自己申请英国的永久居留权, 理由是自己要留在英国, 照顾这个抢宝中的小女儿, 来英国移民局看到这个申请也是一脸猛逼, 你一个中国人, 生了一个爱尔兰的孩子, 然后要留在我们英国18年养孩子, 这都哪根啊, 而且这个时候, 陈女士早就已经过了, 入境180天的停留时间, 已经属于一个非法滞留的状态, 于是移民局也没惯得毛病, 大笔一挥, 当时就给她的申请给拒了, 其实这个时候, 放在陈女士面前有两条路, 一是带着孩子回国, 通过申请长期中国签证的方式, 保住孩子的爱尔兰国籍, 等她成年之后, 再回到欧洲生活, 或者是, 娘俩干脆就去爱尔兰, 看那边会不会, 看在孩子有爱尔兰国籍的份上, 让他们俩给留下来, 结果陈女士的选择是, 两样都不, 她给出的理由, 是因为女儿是外籍, 回中国上户口, 会有很大的难度, 上学只能去那种很贵的私校, 一年两年还好, 但是长此以往, 总会觉得亏得慌, 而去爱尔兰定居, 她也不愿意, 那个冷搜搜光秃都的地点, 无论气候, 社交, 娱乐, 还是饮食和日常福利, 都跟人家英国差了一大截, 俺们家玩的人生规划, 是要对标英国贵族的, 哪能降级去爱尔兰跑土豆, 于是她表示, 我们不管, 我们就是要待在英国, 而英国移民局也硬气了起来, 这可是我家, 哪能让你来就来, 想走就走, 还要让我们喜当爹, 给你养孩子, 于是陈女士的上诉申请也被拒了, 还勒令母女俩陷气离近, 眼看这条路走不通, 陈女士又找来了一个律师, 想采取迂回的手段留在英国, 而这次, 她给出的理由是, 中国在实行一胎化, 所以他们不能回去, 可能在国外生活有点年头的同学, 多多少少对这种申请难民庇护的方式, 有所耳闻, 尤其是在上世纪, 那些跳船偷渡的, 签证过期黑下来, 无法走正常移民渠道的女性, 不管是结婚与否, 只要不是岁数大的, 已经生不出孩子了, 一般首选都是用计划生育, 一胎化来作为理由, 申请庇护绿卡, 他们给移民局的话术也是大同小异, 因为生了二胎, 或者是将要生二胎, 一旦回到中国, 母亲就会遭受失去工作户口, 成为黑户等不公平的对待, 孩子也会在生活学习, 乃至今后的就业上遭到歧视, 甚至还有些更猛的, 会掐准上庭的时间, 或先怀孕, 大着肚子,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 她如果被遣送回去了, 肚子里的孩子就会被强行剁掉, 这一血就会被算在拒绝她的人头上, 在这样的道德绑架下, 遇到一个稍微鲜软一点的, 或者是艰辛, 胎儿的命也是命的法官, 那么母凭子贵, 拿到绿卡也不是男士, 可是愁出满志的陈女士, 却在英国移民局一脚踢到了一块铁板, 负责处理她申请的移民官认为, 凯芬的确是你家第二个孩子不假, 但是中国的一胎化, 仅对中国公民有效, 由于她是爱尔兰国籍, 但理论上来说, 你家那三个中国国籍的人, 已付一七亿还没问题, 怎么就属于要被一胎化迫害的对象, 而且你跟我说, 她一个拿着爱尔兰护照的外国人, 在中国会遭到歧视吗? 移民官表示, 就算是我这辈子没去过中国, 但我也知道, 在中国歧视外国人, 还是西欧发达国家的外国人, 这个可能性不能说没有, 但是几乎于零吧, 于是陈女士又喜提滴爱, 红戳戳一眉, 按理来说, 这一趟一趟的悲剧, 正常人怎么着都该放弃, 可是陈女士, 依然是一副不壮男强步回头的架势, 而这次, 他干脆完了把大的, 直接把英国内政部给告了, 理由是侵犯人权, 以及违反欧盟基本人权公约, 这惊天一告, 不仅是让时任魅政大臣的, 张斯赵, 有点猛, 也然很多平时只通过小报, 了解政坛局势的英国民众, 惊得目瞪口呆啥, 你把我们政府给告了, 而且是因为不给你家孩子上户口, 陈女士则通过他的律师, 发布了一个简短的声明, 说, 根据大英法律, 魅政大臣的职责范围, 包括治安, 打击罪行, 反恐, 国际身份证和护照, 以及消防和救援, 所以不告你告谁, 但是绝大多数吃瓜群众则表示, 慢着慢着, 您家有一个英国人吗? 他没有啊, 没有你告哪门子告, 难道说人家的职责里有国籍俩字, 就要对你要求负责, 这简直不能用离谱来形容, 简直是没谱吧, 不过陈女士却不这么认为, 他指出, 根据欧盟公约里有关人权的条款, 任何一个欧盟的公民, 基本的生存权, 受到所有成员国的保护, 我们Kathleen, 作为一个连吃饭和上厕所, 都没办法自理的小宝宝, 他必须要在妈妈的照料下, 才能活下去, 如果我直接被遣送回中国, 那岂不是直接剥夺了我女儿的生存权, 那同样是欧盟成员国的英国, 怎么能够将一个爱尔兰公民的生命, 置于一个危险的境地, 所以我不仅是要告英国内政部, 同样也要告欧盟一个协议, 你签了不遵守, 那签来有何用, 对于这顶飞来的大帽子, 英国政府可表示, 我们可不扣, 既然你女儿是爱尔兰公民, 那你应该找爱尔兰政府解决你的问题, 赖上我们是个什么鬼, 不过对此, 陈女士及其律师, 其实也早有准备, 她们又打开了那本欧洲保障人权, 和根本自由公约, 指着上面的一条说, 任何一个欧盟成员国的公民, 都可以在其他欧盟国家自由定居, 迁徙和学习及工作, 这项权力受到欧盟各成员国的保护, 我这几个月大的女儿, Catherine, 到底是不是爱尔兰公民, 爱尔兰是不是欧盟成员国, 你英国是不是欧盟成员国, 如果这三个答案都是肯定的, 那么, 我女儿为什么没有权利在英国生活, 面对这样的强词夺理, 英国人也彻底的挤眼了, 公约上, 赋予欧盟公民迁徙和定居的权利, 是基于他们自由意志为前提的, 几个月大的孩子有啥自由意志, 还不是爹骂带去哪就是呢, 可是陈女士却据理力争, 咋的现在开始强调自由意志, 那你来说说, 自由意志的标准是什么, 是生理年龄, 还是心理年龄, 或者两者兼具, 不能说我闺女随处小部分说话, 就说她没有自由意志, 我跟你说, 她的自由意志就是要跟她妈在一起, 你等一下, 跟妈在一起最重要是吧, 那请问为什么不能跟您一起回中国, 这一下可问到陈女士的点子上了, 她开始隶属中英两国, 在养育孩子上的差异, 从医疗讲到教育, 从重男轻女讲到财力买房, 从空气污染说到得知体美劳, 一番长篇大论吧, 英国人听得是一愣一愣, 直到最后, 陈女士总结了一句话, 不然, 就让我跟我家孩子在英国先过上几年, 到时候你们再来问问, 她到底是愿意待在英国, 还是跟我回中国, 乖乖绕了这么一大圈, 最后还是回到了这个居留权的问题上, 只能说, 陈女士一家为了当上英国人的爹妈, 也是煞费苦心, 莫了, 陈女士还表示, 其实就算是这次官司打输了, 英国人还是不让他们娘俩留下, 那么他们就会转战法国, 德国, 意大利, 瑞士, 西班牙, 反正欧盟成员国那么多, 每个都跟英国一样, 签了人权协议, 我们转着圈地打官司, 估计把每个国家都告一遍, 我闺女也该成年了, 欧布是该拥有自由意志了, 一听这话, 其他国家纷纷表示, 莫挨老子, 你们英国老的事情, 你们自己解决, 千万别把他们给放出来挨个西一圈, 怀揣着这个资格命不好摊上温审, 所以含着泪, 也要把官司打完的心情, 这个名为Chomber's Home Secretary的官司, 终于在英国伦敦开庭, 结果在被告方内郑大臣屈膝的情况下, 法庭依然判决陈女士一方败诉, 她的永久居留申请也同时被驳回, 听到这个结果, 围观群众, 终于是长出了一口气, 觉得这是怎么着, 也该画上句号了吧, 结果才隔了几天, 突然又传出消息, 陈女士和他的律师突然发出声明表示, 我们不服, 我们要上诉, 这就好比, 把一个已经咽气的死球拉起来, 一通操作, 为的就是还能再执行一次死刑, 不过这次, 居然他们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狗屎运, 因为他们的上诉, 落到了一个叫做Michael Shunton的法官手里, 这个名字终带瞎得大眼, 实际上做人还真的很瞎, 如果打开他的维基百科词条, 会发现, 开篇第一句对他的介绍就是, 英国前大律师和法官, 以他的阴谋论和骗句著称, 那堂堂一个法官, 居然能够和骗子划上等号, 简直是让人大跌眼镜, 他做事到底有多么不靠谱, 最出名的一起事件, 是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前, 法官大业实名向英国军情五处举报说, 德国纳粹余孽将会在开幕式上引爆核弹, 目的是刺杀咱们英国女王, 而他的消息来源是俄国情报机构, 以及教皇本土十六市的私人邮箱, 军情五处边的这个槽点, 多到无从下口的情报, 觉得智商下线都被突破了, 但是还是碍于情练, 客客气气地让大爷回去少喝点吧, 结果第二天, 网上突然铺天盖地地流传开了, 开幕式会遭到恐袭的留言, 还像模像样地说, 核弹会从苏格兰海港的一处, 废弃潜艇里面发射, 半个伦敦都将会被夷为平地, 这在民众中引起了不小的恐慌, 结果警方通过电脑专家顺藤摸瓜, 没费多大功夫就查到了谣言的源头, 正是法官大爷的私人电脑, 用的还是他资格的脸书账号, 只能说大爷还是很实诚的, 不仅直接实名, 连用VPN改个IP都没想到, 大爷很快就被以三部曲, 恐慌,造谣,传谣被捕, 拘留了两天, 又给放了出来, 但是他坚持认为自己的情报是真的, 在开幕式那天, 一路哭着喊着他要去场馆给女王护驾, 结果半路上被警察就给拦了下来, 我说大爷, 不用您操心, 咱们有詹姆斯邦德哥那盯着, 更让人无语的是, 因为这起乌龙恐启案件, 警方搜走了大爷家里的几部电脑, 进行调查, 结果在里头, 发现了大量涉及儿童色情的图片, 结果大爷又被抓走了, 并且于一年以后, 被判监事居住三年, 而丑闻被曝光之后, 他不得不辞去了自己法官的工作, 从这一兜子迫事, 大家多多少少, 能对这人的人品和智商, 有点大致的判断, 而咱们把时间推回到2002年, 他刚好, 就是接受陈女士上诉案件的那位法官, 结果, 这个满脸写着不靠谱三个字的大爷, 在仔细研究了所有的卷宗文件之后, 居然跳过了英国法院上诉庭, 以及英国上议院, 直接递到了欧盟法院手上, 要知道, 作为全欧洲法律界的天花板, 能劳烦欧盟法院审理的案件, 那至少, 也应该是英国脱欧那个级别的吧, 结果陈女士跟女儿上户口, 这个鸡毛算皮的事, 何德何能居然也给递了过去, 可是法官大爷却振振有词, 说这事, 本来就是在欧盟起草人权条款的时候, 定义不明, 造成的陈女士在理解时出现了偏差, 才引发了这后续一系列的事情, 感情在大爷版本的亡羊补牢中, 不能去谴责那叼走了羊的狼, 反而应该怪农夫, 没把栅栏给换成钢筋水泥墙, 而且大爷还强调说, 陈女士一家, 其实并没有想要钻法律空子, 好英国政府羊毛, 他们也没这意思, 他们甚至都不想一直住在英国, 因为这一家人在中国, 其实很富有, 过得很舒适了, 之所以想要通过女儿, 获得英国的居留权, 只是因为他们想在今后的人生中, 拥有一个能够随时成为英国居民的选项而已, 此话一出, 本来已经平静下去的英国舆论, 顿时炸开了锅, 啥? 感情咱们大英帝国, 居然是陈女士一家的备胎, 这让很多民众觉得不能接受, 感觉类似于被某人苦苦追求多年, 诅咒发誓, 今生今世非逆莫属, 结果到头来发现, 对方其实是想让你当个小三, 如此渣男行警, 自然是把人们的怒气值给点满了, 于是很快就有人扒出, 陈女士的丈夫, 在珠海拥有一间规模不小的化工厂, 在英国, 一直跟一些企业有着合作, 按他们家的经济实力, 其实用走投资移民的正规方式, 一样可以拿到英国的居留权, 但是他们却偏偏选择用生孩子的方式, 想留在英国, 这一点本来就很不合情理, 于是有人便猜测说, 他们有可能无法证明资金来源, 或者在英国的合作投资, 本来就充满了猫腻, 所以才想着走这样的偏门, 或者干脆就是, 这一家人设不得用200万英镑来投资移民, 而是想用最小的成本来获得绿卡, 反正漏洞在那摆着, 搏一搏单车便摩托, 这是被那个拎不清的法官大爷, 送去欧盟法院之后, 很快就被丢了回来, 还是那句话吗, 你家怎么这点事都搞不定, 难怪被人当备胎之后, 又在几级法院之间踢了几轮啤球, 之后, 英国法庭在2003年底, 给出了一个最终结论, 根据欧共体协议第18条, 幼儿享有居住权, 意味着儿童有权由他, 或者他的主要照顾者陪同, 因此, 照顾者可以在居住期间, 与儿童一起居住在东道成员国, 换成大白话就是, 我知道你把我当备胎, 可是, 我还是不得不让你把我当备胎, 宝宝心里苦啊, 陈宇是一家, 如愿以偿的, 让英国政府吃了这个哑巴亏, 这装闹得沸沸扬扬的海外生子诉讼案, 也该到此为止了, 但是, 其实伴随而来的蝴蝶效应, 才刚刚开始, 首先是那个一直处于漩涡中心, 但是却没什么存在感的爱尔兰政府, 直到陈宇是跟英国内政部法庭大战的时候, 他们才如梦出景地发现, 原来当初本意为了统一爱尔兰全岛, 拉人头, 修选票所定下的出生的国籍法则, 早就被那些心术不正的人, 完成了移民捷径, 护照跳板, 尤其是在陈宇是历时三年终于胜诉, 这更让很多人恨不得马上买张机票, 飞去北爱尔兰, 生产免费, 孩子落地就有国籍不说, 父母还能跟着得到欧盟各国的居留权, 比起那些动辄上百万欧的移民项目, 这个需要的仅仅是一个肚皮而已啊, 尤其是在陈女士官司结束后的2003年, 北爱尔兰地区的新生数量, 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而里面80%都是来自外国的产妇, 很多中介还直接用陈女士一家打起了广告, 大肆宣扬, 孩子拿爱尔兰国籍的种种好处, 甚至连爱尔兰本土的医院也都开始被外籍产妇所占据, 给整个医疗系统带来了巨大压力, 这下爱尔兰人也终于坐不住了, 如果这个漏洞堵不上, 那么在不久的将来, 爱尔兰的教育系统也会被冲垮, 而对此买单的, 尤其只有全体的爱尔兰纳税人, 于是在汹涌的民意要求下, 爱尔兰决定修改宪法, 2004年6月, 全国对此举行了公投, 在80%支持的超高票数下, 爱尔兰宪法第27修正案正式通过, 该法令要求, 父母至少有一方是爱尔兰公民的新身, 才能自动获得爱尔兰国籍, 这一点就跟英国完全看齐了, 但是像凯瑟琳那样, 从1999年到2004年间, 出生在北爱尔兰的孩子, 则可以保留爱尔兰国籍, 所以哪怕是修宪, 陈女士一家也没有受到太大的波及, 只是后人的路就被他给堵死了吗, 尤其是很多被他们所谓的这个经验, 忽悠过去生孩子, 并且刚好卡在修宪结束后, 才把孩子生下来的人, 就没这么幸运了, 孩子拿不到国籍, 母亲更不可能因此拿到居留权, 最终只能落到被驱逐出境的结局, 同样在2004年, 欧盟也有所动作, 他们修改并且完善了那个人权协议中, 有关迁徙和居住自由的条款, 要求所有的欧盟公民, 如果去其他成员国生活超过三个月, 必须向当地登记并且提交资料, 而且不能立即获取所在国的福利, 而欧盟公民的直系家属, 如果不拥有欧盟成员国国籍, 那么入境生活学习, 都会按照和其他外国人一样对待, 这回的修改, 简直就是对陈女士案件的量身定制, 就意味着, 哪怕是他能够通过女儿的国籍, 给自己弄一个买一赠一的居留权, 但是也仅此而已了, 不能上学, 不能打工, 也不能到处跟着在欧洲旅行, 这么算下来, 折腾一大顿, 好像回报, 也似乎并不像他们之前预想的那么乐观, 而不仅如此, 其他情况相似, 但却要面临遣返的家庭, 更是让人们把他们家恨了个牙痒痒, 本来大家都是悄悄地来好羊毛的, 偏偏你要上去啃一口肉, 闹腾起来, 最后你还全身而退了, 拖别人来替你们挨打, 这个算盘珠子打的, 隔着太平洋都能听见, 于是, 不管是往上还是往下, 舆论对陈女士一家, 都充满了争议和指责, 她老公在英国有合作的那些公司, 也收到了投诉, 要求停止和他们做生意, 因为这一家的精明和善于钻小空子, 已经是路人皆知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陈女士和女儿, 岂是再不到两年后, 就回到了中国, 后来一家人又转战北美, 最近的一个消息是, Catherine在美国印第安那州, 完成了高中学业, 因为成绩优秀, 已经被一所名校所录取, 至于陈女士, 只能说她以异己之力, 挑动了爱尔兰修改宪法, 欧盟更改条例, 在欧洲大陆, 永远留下了一个, 有关中国式精明的传说,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哪个让你印象最深刻呢?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里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记得帮研究院点个赞,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